請大家檢查個人的防護具 還有配搭人的手電筒 挖東鐵路電氣化工程 進入了最後緊鑼密鼓的階段 雖然經歷了多次的颱風 坍塌的影響 施工中的瓶頸路段 也是最長的三里隧道工程 在工程人員的努力之下 終於完工 29號凌晨開始 就要進行西正線切換點的工程 在246整個進入台東站以後 我們會在三里車站跟台東之上 我們就開始辦理路線的封鎖 再將原有的路線 切換到新的鐵道之前 縣長黃建廷前往台東火車站 聽取工程簡報 替工作人員加油打氣 整個期間縮短的情況之下 來達成這個任務 我要代表地方上面的鄉親 感謝大家的辛勞 那麼我們一直期待 這個早一點通車 讓普雅馬號 能夠趕快順利的通車到台東來 我想這個夢想 這個願望 很快的將來 就要實現了 我相信這個對台東整體的發展 對民眾的交通的 這個提供的便捷的服務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提升 28號晚間最後一班列車通過之後 工程人員必須要利用四個小時的時間 完成三里隧道南北兩端的切換工程 同時也必須完成試車 讓29號清晨第一班列車順利的通車 今天在這個颱風的夜晚 那麼我們是按照原來的計畫進行 那麼我們三里新的三里隧道呢 是我們整個花東電氣化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工程 因為畢竟在整個電氣化的過程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瓶頸路段 雙線 那麼三里隧道跟越美段 越美高架段兩個都是雙線的工程 那麼我們希望能夠在這一次呢 切換之後可以帶動整個容量的提升 三里隧道在施工的過程當中 我在很多不同的階段 陪同不同的長官去看過 是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也都能夠克服很多的挑戰 然後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 馬上就要完工通車了 因為三里隧道的通車表示 切換軌道表示 整個花東電氣化在台東這個部分的工程 大概就是完工了 至少是土建的工程是完工的 接著下來大概就是基電的 將來就陸續要通電 那距離我們可以 這個鐵路電氣化 可以跑我們的泰魯格號或浦油馬號的 這個時間又拉近了很多 所以我們非常的興奮 雖然陣鋒今年第15號颱風的影響期間 不過工程依然在預定的時間完成 東台新聞溫格旅清台東市報導 復習近平